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U-Boot中的一个核心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U-Boot最终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启动加载内核 那么怎么加载内核呢 我们U-Boot其实主要给我们提供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U-Boot本身天生自带的一个叫BootM的命令 这个BootM的命令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启动内核 当然一会我们会简单说一下 BootM它启动内核稍微要在内核中做点手脚 然后还有一个命令叫构命令 构命令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把这个程序的PC指针指到一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能运行起来 比如说我们之前假设有款内核 然后把内核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够到那个地方 就让PC直接从内核中开始运行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U-Boot的主动权交到了我们的内核空间 内核主动权交给水 因为把PC指针指过去了对不对 那么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启动内核了呢 好那这些疑问我们就一起来验证一下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要是启动内核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先带有一个内核的原文件 那么这个原文件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编译好了 叫U-Image 说到这儿呢 我们先简单提一下 因为我们在后面课程中会单独去学内核是如何编译的 内核中的名字呢 一般来说主要分这么几个 一个叫U-Image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还有一个叫做Z-Image 然后可能还有听过Image 有可能还有听过BZ-Image 就是说这些不管什么样的Image 最终来说 其实就是内核的一个喜欢 最终给我们烧洗到 或者说给我们运行在卡板上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可执行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其主要的问题就是格式不一样 就内部来说大量的代码其实是相同的 只是前面可能有些头格式不太一致 其中呢 在我们后面三个 什么Z-Image 什么Image BZ-Image 这三个都可以称之为内核的最原始数据包 最原始数据包 而这个U-Image最特殊 这个U-Image呢 是我们专门针对U-Boot 在我们内核的原始数据的前提是这样 加了一个关于U-Boot的一个头 怎么来理解呢 看我们画一个图 这个呢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具体脚本怎么去制作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就是Image Z-Image BZ-Image 其实就可以认为是一块东西 但只是说它可能数据压缩的格式不太一致 格式不太一致 然后最终反正就是内核 就内核 然后这些内核呢 按理说我们是不是直接程序跳过去就OK 可以执行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说在我们在U-Boot中 它有一个新的玩法就说白了 就它自己的一个规范 就说一定要在这样的头中 前面这个数据中前面再加一个头 而这个头呢 按照我们一个特殊的格式 特殊格式 那其实就是U-Boot中特定的格式 然后组合成的这样一个大文件 这个大文件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叫U-Image 所以说U-Image 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呢 既包含内核的真正数据 同时也包含跟U-Boot之间 一些衔接的一些小数据吧 一些小数据 好 那这个呢 我们现在有个感性理解就可以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把这个U-Image给下下来 下到哪呢 就下到我们的板子上 然后呢 去让我们去用够命令 咱们看 用指针指过去 然后直接运行 看行不行呢 好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看看行不行 好 一样的 我们还是要200800 那有一天说 为什么一定要下到800 为什么不下200这位置 这个呢 后面我们看内核 就知道 内核在要有一个offset 也就是它有个偏移 这个偏移呢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我们在内存 在内存管理中 它要建立一定的那个MMU表 就是内存管理单元的表 那这个表呢 它一般来说 都会预留这样一段空间 所以这个空间呢 我们在内存中 实际的物理内存中 也干脆给它预留出来 这样呢 它在启动的时候呢 可能就不会出现一些特殊 或者奇怪的问题 好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就U-Image U-Image 好 然后这个时候啊 好 这个时候呢 下完过后呢 我们用够 够命令 去尝试的去够到200800 咱们大家试一样 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程序就已经死掉了 或者说咱们的计算机就已经死掉了 原因就在于什么 这个够命令啊 只是把这个指针指到这 而真正的话 我们这里头一旦指下去呢 有几个有几个毛病啊 有几个毛病 第一个 U-Image 本身来说 是不是刚刚最最开头 并不是代码 而是U-Boot的一些数据信息 对不对 所以它不具备可执行能力 一旦执行肯定跑飞 对吧 这其 其二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 就必须要用什么 必须要用BootM这个命令 一会我们来看 BootM那个命令 去把那个前面那个投信息 给解析出来 然后去启动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够命令 天生是启动不了内核的 天生启动不了内核 那么原因 启动不了那个U-Image 那有一部分说 那能不能启动像Image 或者是什么ZImage 这样的内核呢 我们说其实也不行 为什么 一会我们来看 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内核改成Image了 会改成ZImage 这个地方我就没有试 你们下来可以做一个实验 试一下 你会发现一样的起不来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在于 我们一会会给大家重点去讲的 就内核启动条件 就内核启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直接它就是个可执行的东西 你直接把PC指针一指过去 它就开始运行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内核启动是需要它一定的什么 前提基础条件 要不然要U-Boot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 那当然了 在这个测试之前呢 我还做一件 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这个 这地方 我因为我之前做实验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两个命令都给写死了 因为我就主要是懒得每次都敲 每次都敲 我都把它写进去了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当我们用setenv把这个bootargs这个命令 这个环境变量删掉 同时呢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环境变量删掉过后 我们再把它保存一下 你看一下 pri 那这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个选项 对吧 没有这个选项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看我再用TFTP21238123 然后把这个U-U-Mage下下来 看一下 因为刚才说了 我们够命令不行了 那我们用bootm 看没有 bootm还是一样 跳到200800 我们回测一看 好 这个时候呢 问题倒是有点新的东西了 你看就是 反正打印一堆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呢 可能好像跟3.0.8 这个内核版本还有关系 然后呢 开始什么启动内核了 又开始怎么样了 反正很奇怪 然后包括可能还打印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后来我们其实你会 如果你有代码 慢慢你可以调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还在U-Boot中 就内核真正起来没有 还没有起来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看来啊 我们真正要想完成一个 bootm或go命令来说呢 就是说 这两个命令 只是启动内核的一个什么 一个条件而已 真正启动内核的话 也就是他只是把PC指针 怎么办法止过去 然后让他开始运行 对不对 但真正要想启动内核的话 我们其实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条件 是吧 就是刚才我们删掉那个环境变量 叫bootargs 也就是说内核启动条件中呢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 叫什么 bootargs 这个环境变量来充当了 我们跟U-Boot跟内核之间 数据衔接的一个过程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你可以这样想 就说U-Boot是一个人 内核也是一个人 这样的话呢 U-Boot最终要启动内核的时候 是不是要告诉内核 你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启动 我们这个开发板中 或者我们这个设备中 我们什么是输出 然后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液晶器 或者说还是我们的什么窜口 还是我们的什么其他方式 作为我们的输出 对不对 控制台 然后这样呢 我们才能把相应的内核的启动 或者是一些环境 然后交给内核去处理 所以说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打印信息 其主要原因就是 U-Boot并没有告诉内核 你该如何去工作 因为之前U-Boot会有一定信息 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信息 通过Boot ARGS这个环境变量的参数 告诉给内核 然后这样的内核呢 就根据这个参数 就可以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了 好